我覺得這更適合我家冰箱 加一點紅蘿蔔絲 最近開始變天了 你們都換季了嗎? 昨天我把一些小朋友的冬衣拿出來洗 然後準備幫他們換季 因為小乖香的衣服大多都是撿哥哥們的 因為雙胞胎哥哥所以他留下的衣服 應該是夠他這一季穿 那有時候會比較尷尬 因為他們差40歲 會有一些衣服太大可能這一季還沒辦法穿 等著明年再穿吧 好 那哥哥們的就比較少 我大部分換季哥哥們的衣服會買比較多 小乖就是補個幾件 因為他撿哥哥的 因為雙胞胎哥哥留下的衣服真的太多了 所以他大部分撿哥哥的就還蠻夠的 那你家男生就是常常膝蓋這邊破洞 生兒子媽媽一定懂 就是小男生膝蓋的地方一定會破洞 衣服就是袖子的地方一定是髒的 反正就是這樣子 好 兒子的衣服準備起來算是蠻簡單的 那因為今天小乖他學校運動會補架 所以他今天會在家裡 那剛好今天也是我要去補做美甲的日子 所以今天他就會跟我一起去做指甲 去幫哥哥買衣服 養兒子就是衣服這方面比較簡單 小乖撿哥哥衣服 一個季節就是一個抽屜的衣服量 對小乖來講就很夠了 因為他在怎麼穿那幾件 有時候我都要幫他 因為我每次我洗好就是放上去 他在怎麼拿都是拿上面那幾件 所以好像永遠都在穿那幾件衣服 有剪幾件比較小 他現在已經穿不下的衣服 像這都還好好的 然後膝蓋應該也沒破洞吧 然後像這種的就是會給社群媽媽 他們小朋友比較小就可以剪 而且就直接用到對面 離開用 Sunset 放到結果 大廚 好 我來開動 слож辣子 我來開來 我來開動 哦 我來開動 我去開動 我去開動 你進去 我去開動 在街上 我去開動 这个大概是我用到最喜欢的油 因为之前在影片中和大家抱怨过 我一直在用的油没有了 就临时去豪士多买了一瓶酪梨油 那酪梨油味道真的太重了 然后颜色也深 就是我整个炒菜颜色都变了 我真的太想要补货了 然后而且这个在外面不好买 我就赶紧在厂商敲了这次团购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玄米配芽油 我先说我最喜欢它的点就是 因为我是开放式厨房 妈妈最困扰的就是油烟的味道 那它用起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油烟的味道 然后它颜色也比较浅 就像我刚刚倒在瓶子里面的 它不会影响到菜的颜色 它是取自糙米配芽 就是最营养的部分 很适合用在烘焙或是做小朋友的副食品 既然你在家里煮 所以你的油、酱油可以用好一点的 我自己真心觉得很不错 很想推荐给大家 因为这之前开过团 但是我没有在影片中讲过 后来我中间就是跳槽去别的油 我就发现这个真的太好用 那这次开团也有一些我常用的厨房用品 就是这些盆子、袋子之类的 123 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我频道中很常出现耶 这群不锈钢的沥水缆 它附盖子 不管是被料、储存食物 它就是可以一条容 不锈钢的东西就是比较耐用 它就是比较长期 你可以用很久的东西 所以有些厨房用品的东西 我还蛮爱用不锈钢的 它这里面有一个沥水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里面腌肉啊 或是像之前好像回婆家烤肉的时候 我备料是这样子 然后在户外烤肉盖起来 这样比较卫生一点 然后像我之前去菜市场买菜 我也会直接带这种 因为就是比较环保 而且不会回来 那个带子油油臭臭的 然后就直接拿这个装 这是来自德国的 然后大中小三个尺寸 小的这个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可以进大同店锅 也可以进我之前团购的烤箱 备料、主食、到后面的保存食物 这个都可以一条龙 然后全部可以进洗碗机 我都是进洗碗机啦 洗的干干净净的 像这种东西就是比较长期 足以不太会坏 然后可以用很久 然后材质也放洗 因为就不锈钢的 就是最安全嘛 再来就是我很久没开团的 因为厨房用品团 我真是隔好久哦 反正这些都不是第一次开团的 我都用很久 提然式的保鲜盒、沥水盒都好 它就是一物多用 但我常常拿它来洗菜 洗一些比如说青椒啊、水果 就小小的、圆圆的 然后不想要用太多水的 就用这个 然后稀好的水果什么的 你也可以直接盖子盖起来 它有一个提篮 这个还蛮实用的耶 就是洗菜啊、保存食物啊、野餐啊什么的 你都用得到 就还有沥水 这个东西你买回去 你实用度真的还蛮高的 小朋友都有一些杯子啊什么的 就洗一洗它可以倒扣 当一个沥水篮 这个很实用 这个很推荐大家买 这是1号比较小 3800ml 然后还有大的2号 它就是比较高一点 这几个系列它都可以 这样子 买一大一小 它都可以这样子叠着收纳 然后还有一个备菜很方便 就是这个 它里面本身有四个 像我之前放猪脚肉去冷冻 或是火锅啊、吃火锅备菜的时候 这个也很方便 然后同样会有一个盖子 好,再来是保鲜袋 这个保鲜袋 我通常把它拿来分装冷冻肉类 像我们去好市多 或者是去大卖场 才卖比较多的肉类回来 我会拿这个方的 分装成一份一份的 就是一餐一份便 然后它薄薄的 可以像书本一样立着冷冻食材 那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 第一它比较省空间 然后可以重复使用 比较环保 然后就是操作方便 肉丢进去 然后拉链拉起来 就拿去冷冻 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动作 但是你们买这个 必须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心力去清洁 这个东西就是你还要去洗 那我个人的话是直接丢洗碗机 所以我清洁上面比较不会觉得困扰 如果你们要购入这个 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 清楚自己的使用习惯 对还有一个矽胶的特性呢 它比较容易留味道或染色 那一般装肉是还好 这个用超级久的 然后装肉是还好 但是如果你装一些泡菜啊 咖喱这类的 比较容易染色的食材 像我这个 就有一点染色 看了清楚吗 拿一个新的对比一下好了 像我这个白色就是有点微微染色 它有点变黄 这是全新的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小小变化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挑不同的颜色 因为它颜色有很多种 留味道容易染色啊 这些你们都要考量进去 这是它材质会有的特性 其实坦白讲 我不会整天去闻它 我不会整天去闻它啦 所以我觉得有味道这件事情 我不会太困扰 因为它这材质是 比较安全的白金桔细胶 它可以整个进滚水去做消毒 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去除一些味道 对味道比较敏感的人 你可以用小苏打粉 都可以消除一些味道 那每次团购呢 我跟大家最推荐就是这个Found 因为它就是我们小家庭里面装肉 也可以装吐司 然后我们还有这种比较立体的 那这种比较立体 我会建议它拿来装一些蔬果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都会切一半的洋葱啊 或者是一些食材 你不知道怎么装 都要去找垃圾袋 你就可以拿这个来用 这些系列它都是密封的 它的密封程度都很好 它这样拉链拉起来 它密封程度都很好 后来常常借这个给我 我觉得这更适合我家冰箱 因为它比较低一点 大家可以比一下一下 它比这个之前第一代的 站站带还要低一点 这个是新款 它的开口比较大 这个比较适合我家冰箱 因为它比较低嘛 文娜抽屉式的冰箱比较适合 有些人会拿这个直接来微薄蔬菜 然后它可以这样子 稍微这样盖一下 然后留一点点缝缝 它可以在里面微薄 直接可以用在料理上面 比如说舒肥啊 微薄啊 等等的 那我来总结一下这个矽脚保鲜袋 首先它是来自美国的牌子 它是白荆棘的矽胶 所以它的材质比较安全 它可以耐高冷冻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它来 舒肥或是腌制食材 然后清洁的话 我自己是丢洗碗机 它可以打开来丢洗碗机 那如果你没有洗碗机的话 可以用热水加小苏打粉 加洗碗精 真的比较脏 比较油腻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进滚水去做消毒 再倒力量干 那它缺点就是可能会染色跟有味道 那就是矽胶的特性 就是你用再贵的矽胶都一样 但是这材质会比较安全 所以我其实用蛮多矽胶的东西的 因为它买起来不便宜 所以可以先买一两个试试看 你真的有用习惯再买它 因为它毕竟还是没有那一次性的塑胶袋方便 但是它可以重复利用 所以基于这一点就会比较环保 然后也有一些组合 大家可以从表单看 然后你也可以单买 然后第一次用的话 建议先买个几个 你用看觉得好用之后 可能之后有机会开团 你再买大量 因为我希望你们买了就要用 这次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我买给大家看 那这个外套呢是很多韩兴在穿的外套 这个尺寸比较大 所以我现在给我儿子穿 我儿子就一人一件 就是它这个是free size的 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像我穿起来就比较oversize的感觉 那我儿子穿就刚好 这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个这个 这边有一个拉链 你打开了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 像飞机上面的救生椅一样 就把它打开 就从那边吹气 转紧之后它就收紧 它这边就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搏圈 这样有没有超级可爱的 常出差坐高铁啊 然后坐飞机的人 就是你自带一个 充气的 这叫什么 搏枕 反正就是这样靠着 就很舒服 像露营的时候我就这样子靠着 哇 超级舒服 然后就自带这个 那如果要收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转开来 好 这样就没了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帽T 不会太落肩 就是有点正肩 然后再下来一点点 不会整个太弱 所以它穿起来不会整个很邋遢 没有精神 我穿起来的话 是刚好可以遮到屁股 有好几个颜色大家可以挑 反正就是这种浅浅淡淡的颜色 这男生女生都可以穿 非常好搭配 就很休闲 出去接个小孩的时候就可以穿的 这次团购现货12月6号开始出货 那预购的话时间比较长要 12月29号陆续出货 好 预计5到7个工作天出货完毕 比较详细的团购资讯可以参考底下连结 那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哦 好 预装的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上面的话我们是会用贴纸贴住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open的开口 就是细细上面只能从中开 3月 1月是卖一个料理上去 3月 4月1日 6月 5日 4月1日 1日 2日 6月1日 吃 2日 8日 7日 我今天去開會 我想說回來要做一個快速的海鮮烏龍麵 剛剛很零食去採買 這可以當作高湯 我還是會加一點水 有時候來不及煮飯的話 煮麵是還蠻快的 有些烏龍麵是放在冷凍庫的 這種是冷藏的 所以就是掉煮的時候就會丟進去 不用再另外燙過 因為隔離是最後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做完之後最後再加 它也差不多吐沙完畢 加多一點鹽巴 我快速來備個菜 有時候我忙起來都是那一個禮拜特別忙 有時候忙起來真的也沒時間煮 我相信很多媽媽就要是沒時間 還是會想要自己盡量的煮給小孩 像我們家小朋友說的話 份量會比較夠一點 其實我自己做菜是速度還蠻快的 我要是沒拍影片的話 我這樣隨便弄一弄 可能半個小時就搞定了 青菜我們就用流動水稍微洗一下 像青菜都是可以事先把它洗好切好 如果你隔天就要煮的話 你可以在家裡晚上先把它準備好 那我剛剛是因為 才做高鐵回來 比較沒有時間先弄 好 然後這邊還有蝦子 這是六折折扣品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它吃掉 開個背 然後把裡面的藏泥 取出來像這樣子 這隻還算乾淨沒有藏泥 我們家裡也有好市多買來的冷凍蝦仁 也是很方便 丟幾顆下去一樣是可以加料的 但是我這次看到有特價品 我就想說買一下 然後反正我這一攤就要煮了 蝦子帶蝦頭有蝦殼的 就是蝦子乾煎之後 再加一點水 就變成一個現成的高鐵 怎麼會來的 扣幾分 超爆的 扣幾分 80 然後咧 84 然後地理八二數學82 厲害啊 你17月 沒關係 你18 我沒東西可以吃嗎 海鮮烏龍麵 我沒東西可以吃嗎 現在喔 香蕉 我公民酒餅 我要入魂七十七八 所以你這次有機會幾千百喔 兩百而已 不可能一百 一百都要九十 明天要考試喔 明天要考試喔 明天要考試啊 剛考試又要考 是啊 郭伯老師 郭伯老師說要考試 是啊 是喔 你們已經可以玩 對啊我今天要給你們玩啊 沒有 那我已經可以玩 加一點油 蒜頭爆香 爆香的同時 開來切菜 如果是炒麵炒飯裡面的高麗菜 再來我會切比較細一點 這個會先下去炒 然後綠色的最後 蝦子下來煎香 再多加一點油 這個烏龍麵在全聯買的 它裡面一包有兩小包 可以稍微壓一下 會比較香氣 所以煎到半熟 我想先拿起來 接著香菇進來 想再加一點胡蘿蔔絲 這個加入現成的高湯 然後如果高湯不夠的話 我會直接補一些開水 咱們家不是那一門鮮子攀口汁的人家 最重要的呀是炖泥 我今天要做麻油雞飯下午的時候 已經用來炒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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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做麻油雞飯下午的時候已經有先退冰雞腿排 準備的蔬菜就是昨天剩的高麗菜還有菇類的 這個有人建議我切好要的量之後去洗 然後之後再切我要的大小 香菇的話我打算今天把它用掉 先來煮湯 我今天原本要去好市多 結果附近不知道怎樣塞車 兩點多塞車 平日兩點多塞車是蠻少見的 還是今天是週五的關係 進不去 後來就繞到大陸發去 後來發現大陸發有一區是賣日韓食品的 我就去逛了一下 蠻好逛的 然後買到這個 這種湯包 這種湯包裡面是乾燥的 蹄魚還有一些海鹽乾香菇一些 就是一些你看得到的料 煮湯的話加兩包 今天我要做麻油雞燉飯 所以炒鍋先收起來 我們的鑄鐵鍋還要再改顏色 因為現在這個顏色 你們從影片中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它有點偏紫 然後我現在又打了另外一個 比較接近奶茶色的 我用兩杯米 我還蠻推薦三班族媽媽可以學幾道蒸飯 就是類似這種燉飯阿蒸飯之類的 一鍋裡面會有飯 蔬菜還有肉類 一鍋到底很快 不一定要用鑄鐵鍋 如果人家裡有電鍋 或者是像那種電子鍋都可以 那我們家電子鍋 是沒有煮過白飯之外的東西 因為我怕那個味道的殘留 所以如果我要做這種味道比較重的 比如說麻油雞飯的話 我就會用鑄鐵鍋 用鑄鐵鍋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在裡面炒料 然後會有比較香一點 像夏天有煮筍 就可以做煮筍豬肉蒸飯 或是煮海鮮粥 然後皮蛋收肉粥等等的 其實都是可以在裡面直接炒料 然後一鍋完成的料理 我這個是五穀雞腿排 這邊有軟骨耶 我把它剪掉好了 自己雞腿排會習慣自己再把肉修一下 因為它旁邊有時候都會有一些噁心的油脂 像這種 像那種筋啊血管之類的 我就會把它剪掉 我就會把它剪掉 薑片可以切多一點 先用普通的油 把薑片變香 那如果你是用IH爐的話 我個人覺得鑄鐵鍋啊 鐵鍋這類它的感應都很快 之前切剩的紅蘿蔔 少說把它加湯裡面去 切絲 應該是切條啦 所有的食材 大小啊 然後形狀最好是切一隻的 會比較好看一點 待會一起下去炒 回到備菜的問題 像肉類 要煮的時候再切會比較好 青菜用這個洗 然後切好 用這個妝 蓋子蓋上 放在冰箱裡面 要煮的時候直接拿來用 我覺得前一天準備好是還好 因為它畢竟還是個保鮮盒 所以它放個三四天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但是就是盡快把它用掉 所以它水是被液在下面的 就不會碰到水 因為碰到水就比較容易壞掉 然後所以這種液水籃 加保鮮盒的東西 我是還蠻推薦的 加入一點麻油 好香喔 再加多一點 蔬菜進來 因為食材都會出水 飯的水你可以抓1比1 或者是再多一點 一杯米大概是180cc 然後兩杯米的話360 燜飯類的 它吃起來口感就是有點介於燉飯 然後再乾一點點 就要比平常的米飯還要再濕潤一點 好接著加入幾好的米 麻油香重一點 我再加一點麻油 稍微攪拌一下 好接著我們蓋鍋蓋 煮10到12分鐘 然後接著關火 那這個成功的關鍵在於燜飯 所以我們煮好之後不要打開喔 就是讓它再多燜個10分鐘 本身就是簡單的工事 煮開之後轉小火煮10分鐘 再燜10分鐘才能打開 鍋煮白飯的成功率就會很高 你的水可以比平常還要再多一點點 然後我們的飯就燜好了 最後可以再加一點紅棗跟枸杞 淋一點點的麻油在鍋邊的地方 然後你喜歡吃一點鍋巴的話也可以多放一下 等一下就會有鍋巴 這樣子有肉有菜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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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沒有足夠 慌張到向後製作過的事 那我... 今天晚餐一樣是一鍋料理 要做豚汁 日式豚汁在我們家小朋友非常愛吃 然後我退冰了兩條鮭魚 然後這邊有一點豬肉片 OK 首先我先來切一點青菜 先把鮭魚煎熟 豚汁 豚汁的話就是會有一點豬肉 但是我今天會加豆腐 我覺得這樣料好像有點太多了 那所以豬肉片的話我大概加一半 我買的豬肉是在市場老闆幫我切的 但是我覺得我買這個部位好像有點太硬了 小朋友都咬不太動 所以我想說把它剪小塊一點 加一點紅蘿蔔絲 唉唷 被燙到 趁著在煎的同時啊 來做一些切菜啊 備料 好 接著再加入水 這一鍋很快 肉也不用事先醃過 菜隨便切一切 豆腐切也很快 然後把食材通通都丟進去 再加豆腐 然後再加味噌 最後再加一點乾的海帶牙 這樣這一道就OK了 家小朋友通常都是一碗白飯 直接這樣拎著吃 讓我煮不小心 再加豆腐切成 金魚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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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ョイン 醤油 黄金色 飾麺 清洗 桃子 烤熟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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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有一些媽媽朋友要來家裡玩 因為最近剛換季天氣轉涼了 所以我想說煮一個麻油雞火鍋 昨天我已經先把這個雞腿汆燙好了 我昨天全年然後剛剛又去傳統市場都買不到玉米 玉米筍倒是有 買了一些玉米筍 因為我覺得麻油雞火鍋我最喜歡加的就是玉米還有米線 那這兩個我都買不到我昨天跑了兩處都買不到 大根 天然 火鍋 還要多多分 由你一段時間煮的 你做的是我們任何事都要出現 大根 組合 我現在去做 我現在找你們所有的 現在測試 Americans 和牛油 煮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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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雞蛋 牛肉 大蒜 牛肉 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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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糖 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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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烤 加入蛋糕 加入紅色 打開 要爆 而且你爆它就沒有哭了 會嗎 它會翻回來 它翻回來的樣子 手機 好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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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酱油 一点点米酒 蚝油 沙茶酱 腌肉的时候一起加进去 然后最后起锅的话可以再加一点点 料理盆的话 这个小的我觉得还算蛮实用的 因为它拿来腌肉啊 或者是拿来在料理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料理工具 它就可以让我放料理工具 那之前我在腌鸡块 或是腌一些鱼排的时候 我也是倒在这种盆里面 然后盖子盖起来摇一摇 就可以把粉裹得比较均匀 这样子就快速备料完成 利用这个切丝的小工具 这应该大卖场 虾皮或是大创应该都是买得到的 直接这样子 好完蛋我发现它变质了 我刚才发现我买回来的油面 它好像发霉 就是已经变质就不能用了 所以我只好拿出这个冬粉 冬粉也可以啦 然后有时候松果中就是会有这些惊喜 还好家里都有这个 它用一个快速泡开香菇啊冬粉的方式 你可以加点水然后进微波乳微波 快速泡开 这个材质是可以进微波乳的 所以就比较快 这样子就快速泡开了 原本想说要做一个台式的炒面 比较适合 再加一点点酱油 酱油的颜色 绿色的油鱼盒最后加 这家看起来是新开的 我要去点餐了 不疗痕这一件事情出发了 我就想畫畫 做那些小卡 學一些正能量的畫 超喜歡穿四季的 昨天就有洗好的蔬菜 待會清炒一下就很快 然後這邊下午的時候已經先退冰了兩包雞腿 那今天的快速料理呢 我打算用壓力鍋來做一個豆豉蒸雞 這個土雞腿我都已經事先汆燙好 然後再去冷凍 這邊是兩隻的量 開始來抓煙 這邊是一點醬油 蠔油 再一點米酒 這邊是豆豉醬 豆豉本身有鹹味 所以我剛剛醬油沒有加太多 再切一點薑絲 加入一點水 加入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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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蝦仁 蝦仁 那這個已經煮好了 我要手動排氣 好熱喔 超香的 清菜也好囉 最後可以再淋一點香油 啊這個我忘記切了 好好笑 蒸蛋因為不鏽鋼導熱比較快 所以會比一般的池盤 還要來得快 所以如果要做蒸蛋或蒸的料理的話 用不鏽鋼盤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上面可以再淋一點蒸魚醬油 就像沸騰的很可愛 西瓜 雪水 水 含泥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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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